大家好,我是阿青 今秋十节,在我们当地有非常多的野果子 就已经成熟了 看我手上拿的这个东西 它是叫拿藤,三个结在一起,非常的给力 那么今天阿青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当地有六种野果子 我手里拿的是第一种 我们现在去找一下其他的 在这个地方呢,发现了第二种 这种马上也快要成熟了 这种呢,浑身都长满吃 我先剪几个下来 像这里呢,又发现了另外一种 这种果子呢,红通通的,非常诱人 这里啊,结了非常多 这种果子非常漂亮 在我眼前这一棵树上啊 又结了好多这个金黄色的果子 可能大家现在看不清 我等一下扎一点下来,给你们看一下 不知道现在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金黄色的 现在又找到一种 在这个藤上 就是眼前的这一棵 它是一团一团的 现在还是青色的啊 在这个树上还有其他红色的 等一下我把它扎下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一团一团的啊 刚刚把它勾下来 旁边还有一棵没有成熟的 把这个成熟的摘下来 好漂亮哦,这一种 这个树枝这里呢 又发现了另外一种 这一种,看 刚刚说和大家分享六种 在这边呢 无意间又发现了另外一种啊 这个叫黑泡奶 大家看一下 这果子也非常甜的啊 这种 那么在我眼前呢 七种果子都摘回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等一下我分别向你们介绍一下 这七种果子 它们的味道怎么样 都有什么特点 首先看到第一种 这一种呢 叫木通果 在我们这里叫拿藤 里面的果肉是金黄色的 非常好吃 第二种呢 是这种带刺的 它非常甜 就是很多刺 等它成熟之后 它是金黄色的啊 我们这边是习惯用它来泡酒 在我们小时候呢 就是把它的刺搞掉 然后用牙齿咬开 就这样咬着吃 也是非常甜的 第三种呢 是这个 我们这里叫酒饭团 至于为什么叫酒饭团 也有可能就是它的 跟我们小时候吃的米饭 一团一团的 是一样的 它这个成熟之后啊 就是这个颜色的 这种也非常好吃 也是我们最爱的野果之一 这种可能很多人就很陌生了啊 它结果量非常惊人 红通通的 非常的诱人 它的味道呢 是酸酸甜甜的 在我们当地叫酒糟果 因为它的味道成熟之后 就有一股酒糟的味道啊 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一种 酸酸甜甜的 那这一种呢 可能很多人就更不认识了啊 这一种在我们这边叫 这个黑泡奶 为什么叫黑泡奶呢 因为它一摘下来啊 它就会流这个像奶一样的这个东西 然后里面呢 有一点点空隙 所以叫 又是黑色的 所以叫黑泡奶 它也是非常甜的一种野果啊 它是这个 熔薯科的植物 跟这个无花果是同一棵树的 你看它的果子啊 其实跟无花果也是蛮像的 它也是不开花就会结果的啊 那看到还有最后两种呢 这两种就要重点介绍一下 它们是两种水果的之最 都是最小的 首先看到这一种呢 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表像什么 像不像一颗一颗的梨啊 没错它就是梨 我们这里叫党梨 我们土话叫铜梨子 它是最小的一种梨 包括它的叶子也是跟梨树的叶子是很像的 几乎是一样的 这种果子的特点呢 就是非常的酸涩 你看水分倒是挺多的 在我们当地呢 为什么有人会吃它 就是因为它比较开胃啊 然后食用它正确的方式 是要把它煮熟来吃啊 就放到蒸笼里面 像蒸馒头一样把它蒸熟来吃 这种呢 相信大家就不陌生了啊 它是最小的柿子 看一下 它是纯野生的啊 虽然它已经非常黄了 但是它里面还是非常的色 这个要等它 就是放置一段时间 等它疲软之后啊 就可以吃了 到时候就非常的甜了 像这七种野果呢 在我们当地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啊 不知道广大网友 你们看过之后 这七种你们都最喜欢哪一种呢 在你们家乡都有这些野果吗 另外的话 还有哪些野果 在你们家乡有的 也可以分享出来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